家長通常都會認為說 餵母奶比餵配方奶好 那因為母奶可能比較不會阻壓 那但是餵母奶或者餵配方奶 其實都一樣是會有阻壓的風險 那主要是雖然母奶它非常的好 充滿很多營養 那家長和政府也是非常提倡 但是事實上母奶裡面還是含有糖分 如果你餵母奶的頻率太高 或者是說餵食的習慣不當的話 事實上小朋友還是會有極大的蛀牙風險 那至於有一些家長會認為說 餵母奶小朋友吸損母奶的方式 到底會不會造成爆牙或者是牙工的變形 那以一個正常小朋友餵母奶的方式呢 事實上是不會造成太多的爆牙問題 但是吸手指啊或者是吸奶嘴等等 就比較容易會造成爆牙 或者是搖合不振的問題 這些事情呢希望能夠在兩歲之前 如果就把奶嘴或者是吸大拇指戒掉的話 那之後呢小朋友在六七歲換牙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出現爆牙的情況